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应该是这个应该是雇佣者 北京四通条的雇佣者出现之后 我以为在网络封杀上 特别源自海外的一些环境的 应该是非常的严厉 应该非常严厉 据说在微博微信上的 包括北京四通雇佣者 这些词都被封杀了 那有人说 结果现在我们看到这是雇佣者这个歌词 雇佣者这个版面 这个据说再次引发了整个微信微博大风沙 那这首歌呢 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我先跟大家介绍背景 那在我个人的 我们YouTube上 大家知道看我节目我有三个频道 三个频道 现在是第一个频道全都荒调了 这个今天 在今天下午的说 我想更新内容的说 上 你上载的任何东西都荒调了 那第二个频道 那个第一个频道 三十三万多人订阅 第二个频道超过十八万订阅 其实中间在大概在我休假 就是休息那两天之前 那个账号就七八个有一半吧 每天上节目有一半荒调 说法我们这个最小的账号 现在可能到了三万订阅 因为可能订阅量少 它就没有太怎么样 应该是还OK 所以这但是在 你要知道在过去一个月里面 这三个账号是还OK的 所以今天从昨天开始 给我感触应该是国内的朋友 翻不出来了 看不了了 应该是看不了了 所以网络大风扎呢 这是在这个四通桥的 雇佣者出现之后 所显现出来的 那从整个这件事情 基本就我们通过两期节目 已经介绍完了 那现在呢 在今天呢 就出现这首歌 雇佣者 雇佣者原唱的 陈一迅的原唱 是英雄联盟当中的双城之战 动画片的双城之战 我没有看过 我个人看电影比较少 我没有看过 那是从这个影片当中的 这个动画片的主题歌 主题曲 那很显然 年轻的朋友都很熟悉了 所以在网络上出现了这个合唱 这是几个年轻人 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是谁 那原歌是从哪来的 那本来呢 我想放这首歌 那现在知道它来出之后 原歌的来出之后呢 那就我们不能唱 不能放 我会把连接放在下面的 当然我看过这个 看过它演绎的 就是这个演绎的本身的 跟它歌词的本身的 是跟这个环境是非常应对 非常配的 那歌词本 因为整个都是中文的嘛 那应对着一个孤勇者 他走在一种 就是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没有人 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他是一个最普通的人 他没有任何光芒 在此之间 他没有任何光芒 没有任何被人们称为 就被人们以为的 那样的一切东西都没有 他是像你我一样 一个独立的普通的人 但他源自于他的独立 源自于他的个体 源自于他的真实 更源自于他的不完美 那他一切的一切 却做了一个绝对大多 14亿人当中 没有第二个人敢做的事情 所以这是令 就是令我感触比较深刻 就是他是以这样的方式 又表现出他的他的智慧 因为有人叫 有人说他叫彭丽发 有人说他叫彭这个彭富舟 那他是把自己装扮成 一个城市工作 就是一个市政工作的人 他穿着这个背心戴着帽子 所以他他在桥上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警察也没有拦他 没有人 所以他都出于到 出于一种安全的角度 出于一种从别人的角度去考虑 他把他要操作的地方都用 那个东西给隔离开了 这样的话不会有第二个人 不会有其他人 因为某些 因为不了解 从而出现伤害 没有 所以有着他非常 非常思考 表明他思考了 表明他准备了 表明他真正的 就是一切做的一切的事情 他那一份坦然 真的那一份坦然 因为像那个横幅 我做过横幅 那个横幅如果用手 肯定 他肯定是用手写的了 不容易那个 那个老费时间了 所以他是一个 有着才智 有着思考 有着一个为他人而想的 那么一个环境 而且在四通桥 那个地方来讲 在二十大 在七中全会结束之后 整个北京的这种 封杀情况 是非常严厉的 那他这种检测 就是检查 警察检查情况 会非常严厉的 他却做的那么从容 我相信每一个人 很多的朋友 都从自己不同的角度 去看待这个人 也正是对于他的一种 尊敬跟敬佩 从而使得这首 雇佣者这首歌呢 就瞬间的 十四号发生的事情 十四号 今天雇佣者这首歌 就被炒作起来 那依然还在炒作过程 在国内呢 国内微博微信 所有东西 在头版都没有 都没有这些 都已经转向二十大了 所以形成了一个 民间与官方 就是真正的光芒之外的 所谓的灯光之外的 那中共之外的 人们整体的这个社会的场面 用了一个雇佣者而讲述 也就是所有的中国人 却成为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雇佣者 所有的中国人 却成为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雇佣者 那无论你从任何角度 就像歌词所讲的 无论从任何角度 他都是一个最普通的人 一个不曾被人关注的 但他却做了一件人 一个正常人 一个拥有尊严的人 他所能够 就是来赌命运 赌命运之枪眼 歌词也这么写 赌命运之枪眼 因为未来的一切 就展现在他的面前 没有人知道 但所有人又懂得 没有人知道 是针对他个人 没有人知道 他将遭受到什么样的迫害 而所有人都懂得 就是当有一天 无论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中共一定会这么做 一定会这么做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令人 我觉得就非常令人感触 非常令人感触 这么一个故事 那是否 so far到现在 唤醒了太多的年轻人 那这件事情 包括这首歌所表现 在上面唱歌的人 都是年轻人 那这是让我挺 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挺令人感触的 就像我跟大家介绍 在8964的时候 每天我个人 几乎都在天安门广场 这一带 但是在当时的我发现 比我年长 大概在年长 十几岁吧 现在七十几岁的人 这批人 都是当时上山下巷的人 所有经历过文革中心的 那一批学生 那一批人 全都不参与8964 当时是非常清楚的 全都不参与 那包括我们这一拨人 在当时已经早已经 大学毕业了一些年 看待这件事情 是用了另外的一种眼光 去看待 在当时一开始 那后来当所有北京人都卷进去的时候 那就场面是另外一个场面 所以非常的不容易 但一代一代就这么传过来 所以在这2020年 2022年呢 那这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类似要革共产党的命 中国的年轻人 以这样的方式要革共产党的命 他会怎么样 结果会怎么样 我们不清楚 我只能说 就看命运 就看最终的命运 在哪一方 需要更长的时间 还是就此结束 那有关2022年 和相关的这个时间段里面 整个大的背景的混乱 那种混乱 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么混乱 就是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都没有任何一片安静之地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我个人依然期盼 或者说愿意看待 是人类将经受 人类历史上 从有人的那一天的 一次大审判 那跟大家补充一下 这首歌我会放在 这期节目的下面